没想到一条已经不活的鱼 让我震惊 好吓人哦 没想到一条普通的鱼 我都快吃不起了 我甚至很烦恼 85块 它已经洗好了 清理好了 我买还是不买呀 怎么可能 你们看 这种鱼哦 普普通通的鱼 为什么卖给我是85块 我心里很害怕 我在想 怎么办呢 眼界已经洗好了 还是我丢在这里 走就好了 不理了 就当没发生 2022年12月16号 今天比昨天还糟糕 一大早已经是下雨了 又是撑着闪来拍视频 是在八大道 不过今天想走相反的方向吧 在走60街以上 哈喽哈喽哈喽 这里是老外酒吧门口 以前我有去过里面喝过很多次了 后来我还是买走了那一条鱼 我觉得太切得了 如果人家洗好这样弄好 就丢在那里走了 毫不负责任 如果真的不想要 顶多要拿回去卖鱼那个部门 还给他们 被他们骂几句也没办法 对不对 你们会怎么解决呢 广东烧辣 里面很小 我觉得如果坐下来吃事 会不舒服 所以我已经退出来了 我想去另外一间大一点的餐厅 因为我要拍视频 当然是要里面环境好看一点 拍给你们看 其实我怀疑我不拍视频 我也比较这方面有点挑剔吧 就走回六十街 感觉自己就在十字路口转了一圈 不知所为了 又见到老鸭粉丝汤 路过这个街口的话 就是五十九街八大道 这边有一街 也是卖烧腊的 它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里面有寿司 老实说 在八大道吃寿司生鱼片的话 我会不太放心 因为这些店里面的 那个sushi bar里面的生意 应该是很惨淡的吧 看到免费这两个字 镜头停留了一会 这里 这种餐馆应该也是 烧烙不好生意吧 哎 烧烙跟sushi对比 我其实心里想吃的是sushi 这里就吃了比较多选择 然后餐厅里面 你们看也大多了 刚才那我不好意思拍 太小了 我又没打算吃就走了 不好意思拍 不过我想起来了 以前它新开张不久的时候 我是有去过拍 买卖卖 然后有进去拍了一下就溜了 不是吃炒米粉 就是干炒牛盒 这一次就吃很久 都不吃的 干炒面吧 已经买了半只烧鸭 这一半是17块美元 一般都没有给我们绿茶 应该是因为有寿司的关系吧 已经端了一杯绿茶给我 以前我很喜欢绿茶的 自从胃不太好之后 已经不怎么喝了 其实也不是胃不好 是 就是听中医说 我这种体质是寒凉的 所以他们说绿茶是寒凉的 就没有喝 这昨天的跟今天的是同一种动物 所以我昨天吃的是 也是鸭 闷了 真的放这个菜是不配搭 不过这种菜我本身也是喜欢吃 昨天这个味道不错 好了 好久好久没有吃的酱油王炒面了 我又没记错名字 按照例了 都是你们先试吃 我就给你们360度转一圈看吧 10块钱这么大一盘 超值超划算 好了 废话少说了 赶紧吃了 不然冷掉了 还是比不上 米粉和粉好吃 口感 我鼓子拍视频筷子反过来用了 放在嘴巴才发现不对劲 其实我除了在餐厅拍给你们看 我正常一点用筷子 我平常我的日常我平常吃东西 尤其在街里吃 我是不用筷子 我是用叉吃的 所以在餐厅他们都给我筷子 我每一次想问他们 叉又不好意思 算了 就这两年就好一点会用筷子 以前没有用筷子是因为手受伤 有骨折过那一段时间用用拆 或者用那个叉子吃方便一点 所以我养成一个习惯是不太会不多用筷子吃 刚才看menu的时候写着刁片 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 还好它旁边有英文写着是鱿鱼 鱿鱼英文看得懂 中文刁片看不懂 哎 怎么可以随便代替呢 都是我的错 不应该变形 我明明就爱吃米粉的 烧鸭是买回去晚餐的 当然我已经请你们先试吃的同时 偷吃了两块了 现在账单来了 确定是15块五毛的 并不是我以为的9.95爽的要命 搞错了 今天一错再错 错的一个是我 错的是别人 好了 走了 走出这餐厅对面就是Kim 他怎么不做一个强眼一点的招牌 就好像以前我刚开始做视频的 头几个月也顾不上 因为他说减期影片已经好忙了 封面图根本就不会设计 都是油管帮我选的 现在封面图都是自己设计 好了 回到这条鱼 我走回去问 699是6块9毛9还是6块9百9 为什么是85块 然后呢 他就叫我拿回来 就是我把鱼还给那个阿叔 他就帮我重新贴一个 唉 真是的 今天的生活日常分享就到此为止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